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星期二对于大多数1990年前出生的中国人连环画适而是欢乐的记忆 而对于00后一代连环画允许有些遥远 今天一大会纸纪念馆专题展厅 一场名为那些年 那些人 那些书 连环画中的红色经典的文物图片展拉开序幕 将解地道战 小萝卜头 鸡毛信 小英雄语来 这些语文书里的红色故事 一一呈现在眼前 李磊是历史教师 今天从湖南赶来参观一大会纸纪念馆 这里还有林海雪原 课本里的狼牙山谷战士也有 看到这个展览 李磊要心意外 他告诉澎湃新闻 3w.thepaper.cn 记者 小时候 他最爱的事情就是看连环画 那是我们的精神食粮 有一本想懂存锐的 我记得特别清楚 那时候 我还哭了好几天 展开全文展览 共展出连环画作品66版 图片展版42幅 连环画 俗称娃娃书小人书 承载着几代人的童 年纪一 中国的连环画 最早兴起于20世纪初业的上海 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三国志 水谷 岳飞传等寒庄套书 是中国最早的连环画册 1950年成立了大众图画出版社 其间 红颜红日等好作品不断涌现 深受读者喜爱 文革结束后 连环画创作手法和出版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 1990年代连环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中国的传统连环画逐渐淡出大众视野 展览中展出的连环画 中共一大会指纪念馆陈列研究部管员 汤爵 告诉澎湾新闻记者 此次文物图片展 从武汉中共中央机关就指纪念馆引进 于2019年12月10日 是2020年2月9日期间对外展出 展览中展出的连环画 汤爵说 连环画本身就是中国很有特色的一种艺术创造形式 不仅承载了几代人的回忆 而且对于广大青少年观众来说 会感觉比较新奇 瘦度也会比较高 本次展览分为三个部分 分别为苦难辉煌 革命先驱 少年英雄 共展出连环画作品66本 图片展版42幅 主要通过红色题材连环画作品中 呈现的苦难辉煌岁月 革命先驱 以及少年英雄的故事 在线显日艰苦卓绝的战斗岁月 展览中展出的连环画 康爵称 此次展出了连环画中 除年代不祥能外 最早出版的 是1972年的《小英雄谢荣策》和儿童团长 展出结束语则写着 中国连环画 恰似在一幅幅小图中 浓缩了中华人画脉络 举办红色题材连环画展览 不只是情感的欢旧 更是为了寻找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梳理文化自信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沦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